作为一个压力团体 作为一个论证团体 我们希望向我们的代议士 梁家雄议员 或者甚至其他一些 代表医学界的团体施加压力 包括医学会 有一班年轻的医生 他们不可怯 他们要争取最大的民主 他们其实在医管局 最终死了死了 他们现在出来坐在这里 亦都对着这么多镜头 他们是有一定的承担 和一定的勇气 杏林觉醒是由一班公立医院医生组成 他们在2月公布一个业界民调 郭班苏不支持政改方案代注 其实他们早已在病人身上 提到社会的不公义 很简单 譬如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 作为一个富裕的城市 在香港人有心臟病的时候 我们有时用的药 是第三世界才会用的药 杏林觉醒里面有一些神科医生 他们也有分享过 他们的病人是凄凉到 他们要晚上睡觉 睡在他们平时用来洗神 用的透析液的箱上 他们在家的地方小 根本放了那些东西 已经没有位置放床 你会问 为什么香港人会接受 一些这么差的医療服务 或者这么差的生活水准 最后就是分配资源的政府 究竟向谁负责呢 你会发觉 他其实不用向你负责 近因就是831 令到很多医生都觉得不可以再等了 到这一刻一定要站出来 因为没有了 之后就是这次了 医生愤怒了 在去年10月占中期间 已经发起过一次联署行动 譴责暴力和支持真普选 我们想向社会表达 要真普选的不仅是废清 不仅是废清才睡街要求真普选 尊业人士也要真普选 医生也要真普选 如果香港好似一个病人 作为一个医生 会如何形容这个病情呢 病是很严重的 现在也来到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譬如以医学界为例 医学界一直都是比较 低调 很少在自己的专业以外 发表太多的意见 但你看到 就算在医学界里面也好 去到这些时候 仍然有很多有志之士 出来去挺身而出 去守卫这个家 是因为有这帮 这么爱这个家的香港人 只要这帮人仍然在 到这一刻我也是审慎乐观